中风三十系念大义 尊敬的最法师慈悲 尊敬的最同修 护法大德慈悲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再一次 借佛妻的姻缘 来跟大家 借个法缘 如果在习讲当中 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一样 还在学习 大家也清楚 一切供养中 法供养为贵 为什么呢 因为佛法能够让我们觉悟 佛法能够让我们 对这个事实的真相 想通 想明白 也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当中 要生 是初三戒 脱离六道轮回之苦 所以释迟 释迦牟尼佛 在世的时候 每一天至少八个钟头 都为大家 讲经书法 讲了四十九年 三百一会 真的不可思议的 非常难得 你可以想一想 在那个信像当中 那一种无比殊胜 无法用语言来给大家说明的 在佛陀的时代 那个时候 今天如果我们将来到 西方节的世界 那就更殊胜了 为什么呢 你能够天天跟阿弥陀佛在一起 在这个环境 一尊佛出世 很难 经上不是讲了吗 米勒菩萨将来要出现在这个世界 还要多长时间 五十六亿 七百万年 很长很长的时间 但是当你到西方节的世界去了 随时随地 你可以亲近米勒菩萨 因为米勒菩萨 每一天会到西方节的世界来教学 不是很好吗 这个是我们在眼前 对佛法的殊胜 所以今天 我就借这个因缘 跟大家来洗讲 讲一讲 我们这一生当中 如何建立自己的方向 如何建立自己的目标 才不会白来 所以有时候 师父坐在这个地方 心有时候会害怕 心会跳得很快 所以你们要用那种爱心的眼睛 慈悲心的眼睛 来看师父 是吧 是不是啊 现在啊 要找到一个 真修行的 真念佛的 在一万当中啊 找不到一两个 真的 这个就是末法的 现实的事项 来给我们看 在这个末法时代 要学佛真的 很不容易 特别我们这一生当中 想要脱离六道的 真的 一万当中 找不到一两个 太少了 所以 中风果实啊 在这个三十七年啊 从第一时 第二时到第三时啊 为什么他老人家 不断地在劝导 劝导我们什么呢 你要真心念佛啊 你要真修行啊 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 不是来做一个样子 给人家看的 我是有目标的 我是有方向的 你要真念 你要真修行 所以中风果实啊 在这个三十七年啊 不断地劝导我们 念佛之人啊 你要做出一个好样子 念佛的好样子 什么样念佛的好样子呢 你要把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跟你的生活啊 融合而一啊 什么叫做融合而一呢 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 处世代人缺悟啊 你要不断地去锻炼 不断地去磨炼 就像好像那个过去 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到最后他是怎么成就的 都是在生活里面锻炼成就的 他那种经历啊 在善财童子五十三餐里面 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那请问师傅 怎么锻炼法呢 才能够真正的一个 念佛的好样子 请问大家 这句名号又怎么锻炼呢 你才是得到弥陀的加持 十方诸佛如来的拥护 怎么锻炼呢 就是把你自己的内心啊 这些贪 撑 吃 慢 你要慢慢把它磨掉 去克服 把你的内心的自私自利 慢慢的磨葬 磨掉 把外面的这些明文立阳 五一六成 慢慢的去磨掉 把你的这些过去的这些脾气啊 斤斤计较 基督心啊 你要把它磨掉 你要在这个境界上 去磨啊 去锻炼 如果没有的话 你天天诵经 有没有好处 没有好处 你天天念佛 有没有好处 也没有好处 你天天拜佛 有没有好处 也没有用处 那在哪里磨炼呢 跟人相处 在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里面 你去磨炼 把这个贪嗔痴 把我们的自私自利 把我们的明文立阳 把这些不善的语言 不善的行为 你通通把它磨掉了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真功夫啊 这个时候你才晓得 念佛真的 真正得到利益了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不然的话 你一边念佛 对人对事 还有贪心 你一边念佛 对人对事对物 还有嗔恨心 还有斤斤计较 你念佛能够得利吗 得不到的 所以过去清凉大师啊 在华严经里面呢 曾经讲过一句话 什么叫做真正修行 立事练心啊 什么叫做事 事就是境界 在一切境界里面 你是练什么呢 练你自己的清净心 不会被这些境界耳手转 面对外面的境界 这个时候你就看出来 你自己 你有没有贪心 你有没有一致的心 你有没有称慧的心 你有没有斤斤计较的心 你有没有基督心 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看得出来 面对一切人 以事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就晓得了 像我们师父上人讲 在顺境的时候 不起贪心 在逆境的时候 不起成灰 这个叫做什么 一心不乱 真正的在用功夫 所以今天我们修行 离不开外面的境界 你今天想要修行 到哪里修 找不到地方 所以修行 离不开社会 离不开人事环境 不能离开 因为什么 因为真功夫 就是从这个地方锻炼的 就好像刀一样 你要这个刀 你要有锋利 你不能离开 磨刀石吗 是不是这个道理吗 你离开磨刀石呢 你的刀怎么能够立呢 所以修话 师父常常告诉我们 什么意思呢 你在这个时代 你能够尽得起考验吗 尽得起这些人事环境的考验吗 在这个里头 你念什么 我就是念我的心清净 这样的念佛 就算一句十句 都能够得生净土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 如果连这个道理 我们都不知道了 就算你念佛 念了一万声 念了一辈子 含破喉咙 下面是什么呢 也枉然了 那请问大家 你们这几十年下来 锻炼成功了没有 有没有成功 师父啊 讲实话 毛病还是一大堆了 念佛归念佛啊 脾气也归脾气啊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看到那个人厌恶 看这个这样事情也厌恶 这个人不喜欢 那个人不喜欢 你是念佛人吗 你连这个小小的事情 就无法锻炼了 还念什么佛啊 是念你的心的魔 所以啊 中风果是在这个地方啊 不断地都在劝劳我们 你要这样的 不断地去磨炼 去锻炼 用你的心 去正念这句名号 念这句名号 我不跟人家计较 人家跟我计较 是他的事 我念这句名号 我不发脾气 人家跟我发脾气 是他的事 我念这句名号 我不嫉妒别人 别人跟我嫉妒 是他的事 我念这句名号 眼睛不看别人的是非 别人的是非 跟我无关 你看你整个心 不是清静了吗 很容易的一种事情 但是常常啊 犯糊涂 做不到 什么原因呢 不想做 明明知道是臭 还是故意犯臭 你说一次不一次啊 我们几乎啊 都会常常犯这样的毛病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是不是啊 讲实话嘛 是不是 哎呀 真的啊 我问大家 天天念佛 天天发脾气的 有没有 请记住 对啊 你为什么发脾气呢 你不是在念佛啊 如果你正在念佛 你会发脾气吗 不可能 因为念佛这句名号 都在培养我们的慈悲心 慈悲心怎么能够发脾气呢 你看观世音菩萨 有没有在发脾气 没有啊 你看在五量寿经里面 阿弥陀佛有没有在发脾气 没有啊 今天 在外面看到每一桩事情 很多事 这个讨厌 那个讨厌 这个不喜欢 那个不喜欢 虽然在念佛 有没有这种事情 有没有 有的 请举手 都有啊 所以你说苦不苦呢 真的很苦 到最后啊 跑到佛堂 在佛面 这个佛像的面前 哎呀 求忏悔 跟佛的悄悄地讲 哎呀 我忏悔忏悔 但是明天还是一样 犯同样的过失 那 请问大家 如果我们每天这样下去 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投啊 生命很短 人生真的很短 我都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透 难道你们不会吗 你看你们的头发都白了 还不看透吗 还要等呢 不要 所以啊 我在这个地方啊 我最近啊 这个胃啊 常常不舒服 有时候当作阿弥陀佛来考验 但是有时候呢 在想 你看这个人生啊 真的很苦 有时候啊 发作的时候 着重的念佛 阿弥陀佛赶紧来接我 你今天来 我就今天跟你走 真的很辛苦 所以呢 我们每一分每一秒 一定要建立在 对这个事实的真相 确实真的是无常 无论今天 你寿命有很长 总有一天 你还是避免不了的死亡 所以啊 希望我们好好听话 老实 真干 多练 多练习 多磨练 希望有一天啊 我们能够把这些贪嗔使慢 把这些自私自利 把这些明文立养 把这些不善的语言 把这些不善的行为 统统把它磨掉 那恭喜你们了 将来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有把握了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信心 那恭喜你们了 将来以后啊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没有看到金米 为什么没有看到 IQ了 没有看到这个周宝童呢 跑去哪里了呢 哎呀 这个那就惨了啦 我们要怎么样呢 同生极乐 比什么更好 比什么更殊胜 好 我们来看下面 中风果诗下面的开始 常古古于成老 但茫茫于岁月 欲诗出离 唯凭忏悔心修之力 好 经文我们领导这个地方 常古古于成老 古古 用现代的白话来讲 意思就是 流转 埋没的意思 流转 埋没的意思 就是说 在这个尘饶 烦恼中啊 你的真心 本性 本来是纯净的 本来是纯善的 本来是不生不灭的 本来是清净的 现在呢 你已经把它迷失了 长古古于成老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迷失了呢 结果呢 当你本性迷失了 你就避免不了 你的身口一三叶 去造业 那造了业啊 将来一定要受果报 这个果报在哪里呢 中风果实就告诉我们 古古尘扰 就是常常沉沦在 三图之中 这个三图是什么呢 这个三图啊 就是讲的三恶道 那在这个三恶道呢 我们轮程多久呢 你就看下面这句话 但茫茫于岁月 茫茫的意思就是没有边际的 就是五量节以来 五量节以来 我们生生世世到现在 到现在啊 无法脱离六道轮回 长节以来 我们在这个三图里面 受种种的苦 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 尊敬得最终修大的 三恶道是很苦的 容易进去 不容易出来啊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愣眼经》里面 常常讲 我们千万啊 有多大的糊涂 不要到最后 糊涂到哪里去 到三恶道去 是很苦的 比如说地狱 如果今天我们不小心 因为我们的 身口一三叶 不断地造业 将来都在地狱 地狱的时间是怎么算的 是论节来算的 节是佛法的用词 就是时间的单位 这个节呢 分为三个阶段 一个叫小节 一个是中节 一个是大节 从小节来算 人的寿命 平均 八万四千岁 每过一百年 人的寿命 减了一岁 减到最低的 十岁 从十岁 再过一百年 增加了一岁 增加了到几岁 八万四千岁 一增一减 这个算什么 算小节 二十个小节 是一个中节 四个中节 是一个大节 你说呢 如果今天我们 躲在地狱里面 如果用算节来算 那个很长的时间 很不要进去的 你看那个 释迦牟尼佛 过去曾经 躲在地狱 六十节 只是犯了 什么样的过失 小小的过失 什么过失呢 因为基督心 毁谤 造口业 躲在地狱 说什么果报 什么果报 割舌头 六十节 所以释迦牟尼佛 明白这个道理 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散乎口业 就是这个道理 你看释迦牟尼佛 就算脱光衣服 显出来是什么样的像 马鹰长相 都是很庄严 为什么 它为什么这么庄严 生生世世 覆盖别人的缺点 信要别人的优点 我们应当要学 所以在地狱是很苦的 所以你看 但我们在四十八院里面 阿弥陀佛第一院 陀院是讲什么呢 陀院讲什么 四十八院里面 第一条是什么 四十八院 第一院是什么 不多第一院 为什么不多第一院 知道很苦 阿弥陀佛知道 明白这个事实很苦 这个是地狱 恶鬼道 也不得了 第三 出生道 为什么人会 都在出生道 很固执 很愚痴 明明明这个身体是假的 他把它当做什么 这个身体是自己的 从来没有一个念头 要换一个身体 认为这个身体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 很固执 我们人呢 常常都会犯 这样的毛病 像我们在经上 大家也常常看过 也听过 释迦牟尼佛有一天 在几树几树园 在走路的时候 突然间看到 一锅蚂蚁 一窝的蚂蚁 然后微微笑 阿难尊主问释迦牟尼佛 佛陀你为什么微笑 你看这个蚂蚁 七尊佛已经过世了 过去了 他还是当蚂蚁身 是不是蚂蚁说明很长 不是 因为他生生世世 都是把这个蚂蚁身 当做自己的 所以无法脱离 出生道的原因 所以前几天呢 有一位居士 他跟我说 师父 现在的宠物 很有福报 比人更好命 我想来是想要做出生道 这些果 不用上班 也不用赚钱 天鹰等着吃饭 主人带着他 出去走一走 要出国的时候 把他放在旅馆 冬天的时候 麻烦整理一下 夏天的时候 麻烦剪一剪 天天跑这些 美容院 吃饭 什么都好 有一天 我们就可以出来 走一走 猫猫猫 你想当这个吗 你要当这个吗 看起来可爱啊 当你多到这个身份的时候 苦不堪言 那个时候掉眼泪 我告诉你 来不及了 在鱼吃里面 在出生道里面 你没有机会 闻到佛法 你的机会很少 你也没有机会 要换这个身体 你得人到 你还有这个机会 所以 但茫茫 以岁月 就是说 如果我们 这样的过生活 还不懂得觉悟 那这个日子 真的过得很冤枉 意思就是这个 但茫茫 以岁月 是不是很冤枉呢 明明知道 遇到这个法门难得 你还不念佛 不好好往生西方 解了世界 还随着自己的业力 躲在山土 你说冤枉不冤枉 你冤枉啊 以事不以事 于吃啊 所以大家可以思维一下 想一想 我们从小到现在 这一生 虽然这一生还没过 但是估计 还是不久了 虽然这一生 我们还没过 但是估计 差不多了 你看我们的寿命 平均今现在75岁 你们现在几岁了 就算60岁 你还有几年 可以享受的 15年 你能够活到80岁 90岁 这个是你的福报 你能够活到75岁 也不保障 无常以来 什么都没有了 真的 所以不要等待明天 今天能够念佛 赶紧念佛 今天能够做善事 赶紧做善事 今天能够修行 赶紧修行 不要等到明天后天 真的 事事无常 所以很多人跟我说 师父啊 我还年轻啊 我的时间还很长啊 我的路还很长啊 等了以后啊 我再来念佛 老的时候再来学佛 我告诉你 说不准 为什么说不准 事事无常 人命无常 今天我们能够 坐在这个地方 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 你现在师父最近 在印尼 常常到兵衣馆 去为人家诅念佛 躺在兵衣馆的 躺在那个棺木材里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 棺材啊 躺在那个棺材的 几乎都是五十多岁 六十多岁了 几乎 真的 所以不要以为有明天 真的 无常一来 黑白无常 没有跟你说 你还有十年 还有二十年 没有 真的 所以啊 主师大德啊 过去啊 常常提醒我们念佛的人 特别是修行的人 每一天应该要做一个观想 主师大德 做什么观想呢 就是 最后想 做这个观想 因为啊 说不准啊 哪一天真的 就是最后了 真的耶 说不准啊 可能明天是我们最后一天 所以我们要想一想 这几十年下来 我们的身口一三叶 你想一想 你造了多少的业啊 造了很多啊 我们这些年啊 有限的这些光阴中啊 我们都造了什么业呢 造了不少的 这些不善的二业 你说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的 如果因为一点点的失忆 贪忆 后来多这三乐道 值得吗 没有意义的 你看很多人一生 奋斗了一生 拼命了一生 跟人家争 跟人家执着 就算你得到了一大堆的名义 就算你很多房东产 就算你很多这些金银财宝 又如何呢 到最后一朝一末 你也待不着啊 有什么意义呢 你看师父最近 看到很多这些躺在医院的 这边擦那边擦 看到很可怜 你想一想 做这个人啊 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啊 无论多努力 到最后 你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 一朝一暮 你也带不走 有什么值得留念的呢 不要啊 所以释迦牟尼佛呢 在世的时候啊 常常讲的四句话 那四句呢 释迦牟尼佛说 快快觉悟 真的 怎么觉悟法呢 很简单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很简单 世事无常 人命脆弱 教人要觉悟这个道理 如果你把这个道理想通了 想明白了 你在这一生当中啊 你那种烦恼 那种困扰 忧力啊 会减少了一大半 你整个人生 就非常的自在 你整个人生 是非常的美好 无论你遇到 什么样的境界 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你整个人生 都会过得 非常的美满 为什么 世事无常啊 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有什么好不好的呢 有什么好厌恶的呢 有好什么不喜欢的呢 何必呢 所以啊 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如果今天你明白这个道理呢 你会把这个人生看得很淡 你会把这个往生西方极端的世界 放在第一个目标 为什么 只要往生西方极端的世界 才是真的 那个才是真的 只要你还在六道 都是假的 就算今天你很多钱 你也带不走啊 师父带不走怎么办 你给我呀 给我什么好处 师父帮你做好事啊 昨天晚上啊 我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里面说明师父心很不清静 什么梦呢 梦到有一个居士 突然间告诉我 师父 我要给你三十万美金 三十万美金 哇 我可以做很多事了 你看 心不清静了 你看 三十万美金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你想一想 做梦 师父 我给你三十万 起来了 起来的时候 看时间 哎呦 三点多 哎呀 假的 假的 在梦里面啊 明明有六趣啊 结后空空五大千啊 真的耶 在梦里面看得很清楚哦 三十万美金耶 一请过来 一文钱也没有 百欢喜了一梦 这个人生好像做梦一样 真的 百了欢喜一趟 一起来真的 什么都没有 哎呀 做梦了 三点多 后来啊 还是继续睡 睡的时候 也没有在梦呢 没有了 一睡就倒亮了 停亮了 真的啊 人生真的 有几回呢 我们要好好 在这个珍惜里面 所以师父呢 这一次回印尼啊 有带几位那个护法 生活比较富裕的 我就带他们到哪里 知道吗 到坟墓去 绕一圈 刚好有人在办丧事 那个护法就问我 师父 你干嘛带我来到这边 不吉利的地方 我说 你没有仔细去看吗 总有一天我们 我跟你差不多一样 回到这边来 今天你能够得到的 是你过去生修来的 你健身不修 你来世会好吗 不可能 然后我带他去老人宴 我告诉上 你看这些老人 你有没有觉悟啊 总有一天我们会老 老的时候很辛苦啊 什么都不方便啊 你不赶紧修行 不赶紧念佛 师父都是用这样的方法 去跟这些护法来讲东西的 所以很多人呢 常常啊 这样告诉我 师父啊 常常感叹 他说师父 假如人生有从来 能够让我从来一次 我肯定不会怎样怎样 不会这样怎样 不会那样那样 真的吗 真的会这样吗 我们不是常常这样 如果能够从来一次 我肯定不会这样的 我肯定不会那样的 真的会这样吗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一定要知道 睡夜虚度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到最后 你能够觉悟 还不算早 还不算迟 还算不错 如果现在 最怕的是什么呢 最怕到死到老 你还不觉悟 那这个是最惨的 你想一想 你今年几岁了 你还不觉悟 你到什么时候觉悟呢 我们的土已经到这里了 你还不觉悟 你还有梗到明天 今生糊里糊涂来 不要糊里糊涂去 六道轮位 真的是很苦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 不又有明天 今天 马上是凶 岁月 岁月虚度 真的 时间过得很快 一过了 回不来了 要珍惜什么 珍惜你的眼前 你的生命 趁你还有体力 头脑还清醒 还有这个力气 还能够做事 还能够念佛 赶紧念佛 赶紧断耳修缮 不要等到明天 No tomorrow Today 明白吗 清楚不 清楚 好 我们看下面 欲试出离 唯凭 忏悔 心修之力 就是说 你今天想要脱离三恶道 了生死出三界 你要经过什么的力量呢 忏悔的力量 忏悔的力量 怎么忏悔法呢 你要不断地去反省 反省我这一生要做什么 我来到这个世间要做什么 我的未来 我的前途是什么 你要反省这一个 所以这一段开示 中风口是在提醒我们什么 提醒我们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了 认识什么 念佛法门的无比殊胜 学佛的好处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了 可以说 都不算吃 虽然我们现在过了几十年了 还是不算吃 很多人到时 很多人到时都没有这个机会 遇到佛法 到了你命中的时候 也没有机会遇到这个念佛法门 活在当下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聚在一起 念佛 修行 诵经 算不错了 所以有一些很多人 遇到我的时候 他说师父 他们常常感叹 感叹什么呢 他说 哎呀 我现在已经五十岁了 我现在已经六十岁了 如果我早遇到这个佛法 如果我早遇到这个念佛法门 我就不会做这么多的傻事 我就不会做得这么早的 这么多的恶业 真的吗 是这样的吗 哎呀 师父啊 如果我早点遇到念佛法门 我一定念佛 发愿求生西方结德世界 我问你 你们今天遇到了 念佛念了几年了 不是一个老样子吗 怎么想呢 看你们的脸就知道了嘛 一目了然了嘛 你们的经遇到了几十年了 有没有警务 有没有觉悟 没有啊 像以前啊 这个 今年的过年 过年师父在印尼过年 那个佛堂啊 好多人 跟师父拜年 因为师父三年 没跟他拜年嘛 好多好多的人 很多人拿这个红包啊 来供养这样 哎呀 师父啊 好多年没有见到师父啊 给师父机会供养啊 供养 哎呀 供养 然后啊 有一对夫妻 他的先生 他就在跟我说 说什么呢 他说师父 哎呀 如果我早遇到师父 我一定跟师父出家 我不解分 我不娶老婆 不生孩子 我说算了 都是假的 你少来这一套 你现在出家还来得及啊 都是假的 他说师父 成家很不容易啊 以前是爱来爱死的 爱死爱去的 现在看到你 我讨厌你 天天吵架 出家好 好啊 机会来了 现在出家了 不要 太迟了 没有迟的 你可以啊 你马上好 我马上跟你剃头 所以有一天 我在讲经的时候 有一天我在讲经 我在跟大众 讲一句话 相簿 我说 这一生 跟他的太太先生 从来不吵架的 请起立 通通难中 全部起立 唯独一个男生 老人家 没有起立 我说跟这个男生 我说 你很了不起 你太棒了 太厉害了 你知道这个男生 是怎么跟我说的吗 他说 师父对不起啊 不是我不想站起来 是因为我昨天 跟我太太打架 我的腰被爽痛了 我的腰被受伤了 所以我现在站不起来啦 所以真的很不容易 成家真的不容易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所以老实话 实际上 你早遇到佛法 你也不一定相信 你也不一定发心来学习 你也不一定发心来修行念佛 不一定的 最明显的 就是佛陀在世的一个故事 释迦牟尼佛讲 《观武量说佛经》 是什么因缘讲的呢 是从一个故事来讲的 是一个悲哀的故事 悲惨的故事 就是韦迪西夫人 韦迪西夫人 在世的时候 佛陀天天来给她奖金 来受他们的供养 来教导她 韦迪西夫人 有没有听进去 有没有来修行 有没有来学习 没有 等到了什么时候 她学习呢 等到她的家庭遭遇了 为什么 她的儿子阿瑟瑟王造反 把她的父王 平婆所罗王 推翻了 自己做了国王 然后把她的父亲 放在监狱里面 慢慢地虐待 后来死亡 回头过来 又伤害她的母亲 把她的母亲软禁起来 当她母亲被软禁的时候 韦迪西夫人 在这个时候 才想起 哎呀 佛多好 才想起佛 真的 当她想起佛的时候 她就知道 那个佛刚好住在哪里 在灵山那个区 她就合掌向灵山那个方向 求佛来帮忙 来加持 那个时候 释迦牟尼佛在灵山 跟她的弟子 在聚在一起 要讲经 突然间 佛不在了 那佛不在 到哪里去呢 到皇宫 就是在 韦迪西夫人 视线在她的面前 韦迪西夫人 很欢喜 也很激动 所以很多人 看到这段故事呢 很羡慕 很羡慕 韦迪西夫人 我这一生拜佛 眼泪掉了这么多 求佛 不要看到佛 连佛的影子都看不到 那请问大家 威迪西夫人 一求 为什么佛会出现呢 一刹那 释迦牟尼佛 世界她的面前 她怎么求的呢 时间到了 明天 再跟大家来 讲一讲这个故事 再加上 师父的胃 有点胀气 没有这个力气 所以今天 简单 来给大家 说到这个地方 如果有讲错的地方 我们明天 继续给大家 洗讲 我们明天 继续来 给大家说明 这个三十十年 内容的开始 祝大家又是吉祥 祝大家平安静悍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